你好 我是李學瑜 有緣相聚 有情天地 這個是我最新的 也是唯一的頻道 以後希望多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我會傳遞多些正能量的訊息 請各位介紹給多些朋友知道 同時訂閱我的頻道 最好就是給多些意見我 因為你們的意見是最珍貴的 多謝你的支持 學會管著嘴是一種修養 尤其是人到晚年 學會管著嘴做個嘴緊的人 是會更有福氣的 有人說我們之所以有兩隻耳朵 而只有一張嘴是為了讓我們多聽小說 在生活中減少對凡琐事的抱怨 減少對子女的啰嗦 嘴緊可以在晚年明節補身 同時還可以還自己內心一份寧靜 在人際交往裡 語言的表達很重要 但適時地閉嘴 更能讓自己面去很多麻煩 可以為別人留下處事謹慎 為人謙和的印象 人到晚年容易惹人煩 想要清閒過日子 就要學會小說話 做一個嘴緊的人 將為人處世的格局開啟 會讓自己的生活更加順心 更加舒適 人老了 做一個嘴緊的人 避免晚年不幸 別人的事別議論 人到晚年管著自己的嘴 不要議論是非 在電視劇小問家裏 陳卓的父親陳天福 就是一個自以為是 從來不顧他人感受的人 即使在經歷了三段失敗的婚姻之後 依然沒有絲毫的悔悶 小問的母親王素敏 知道女兒和陳卓交往之後 心裡雖然有點擔憂 但還是沒有過多地干涉 還經常幫兩個人做家務 陳天福第一次見到王素敏 見他穿得比較低調、樸素 就以為他是家裡的終點工人 他問了很多問題 甚至還說起了未來媳婦小問的壞話 雖然後來誤會解除了 但陳天福說多的習慣 被小問和陳卓造成了很多麻煩 令到他們兩個的生活不開心 人生在世有表達欲望是人之常情 但學會聆聽也是一種修養 當一個人管不住嘴說得太多 會為別人帶來困擾 人老了 管住嘴 做個嘴緊的人 不要議論別人的事 不要損害別人的名譽 口沒遮難 是社交中的禁忌 任何時候不要說多 不要議論他人的是非 守住嘴 才能夠守住福氣 無論多成功 別說教 人到晚年任何時候管住嘴 不要對別人說教 在電視劇《女心理師》裏 基教授曾經教過的學生 都喜歡去找他請教問題 因為基教授雖然得高望重 但是他從不說教 對待來者都好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非常之平易見人 亦都因為這樣 他一直活得輕鬆、自在、被學生喜愛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亦都會有自己想要探索的方向 所以真的不必要對任何人說教 因為你的經驗只是你自己的人生 別人還有自己想走的路 和想要去探索的人生 有一些彎路是別人必走的路 而如果一個人以自己的經驗和閱歷 去干涉他人的想法和決定 對別人的創新痴之以備 只會令到別人覺得討厭 人老了 無論多麼成功 不要對任何人說教 因為說教可能會阻斷他人的發展 人老了做好自己 做一個最緊的人 謙信待人 溫和地與他人相處 任何的時候都不要抱怨和哭窮 人老了不要抱怨 不要整天哭窮 調整好你的心態 羅曼羅蘭說 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訴別人的 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訴別人的 有些事情是根本沒有辦法告訴別人的 而且有些事情是 即使告訴了別人 你也馬上會後悔的 一個人能夠擁有怎樣的生活 和他自己的努力奮鬥是成正比的 人生路上 如果一個人能夠足以一切的機遇 不浪費每一分鐘去努力奮鬥 才可以在魂魂眾生之中脫穎而出 人老了 如果不滿意自己的現狀 總是抱怨的 嘗試冷靜下來 分析問題的精結所在 找到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 一步一個腳印去執行就可以了 經常埋怨或者哭訴 可能是會得到一些同情 一些安慰的 但是以後的路 仍然是靠自己去走 生活的責任 都是要靠自己去背起的 人年紀大了更加要明白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苦劫之旅 你付出多少努力 就會得到多少回報的了 人老了低調向前 踏踏實實做事 顯然是一個更加能夠排除負能量的方式 人老了與人相處 學會做一個嘴緊的人 會活得更加有福氣的 哥德華 凡不是就著淚水吃過麵包的人 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 人老了做一個嘴緊的人 說出口的話要考慮後果 心直口快會惹人嫌棄 管好自己掌握好人際關係之中的分寸感 才能夠避免晚眠不幸 為人處世言多必失 學會閉嘴是一種自慰 更加是一種修養 人老了管住自己的嘴 不要讓自己活得太過廉價 嘴緊是善待自己 亦都是善待他人 管住自己的嘴 讓內心變得沉穩平靜 讓晚年的生活遠離是非抱怨 這樣就可以幸福地路去